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小便 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今天这会儿已经下班了 今天上早班嘛 所以下班了 听说四点多的话有开分 如果正好赶上了 我外面下着雨 我要在这边等等 等他小一点再回家 反正也还早嘛 这我让你们看一下 外面这个情况什么样子 现在雨变小了可以回去了 趁这个时候赶紧走 不然下班了可以帮我坐 妈呀 天都黑了 乌鱼密布的 我现在就在这个阳台上面 马上要起大风了 刮台风了 所以点了个外卖赶紧回家 只换去 可能在外面逗路了 里面出行注意安全 听说这次台风立起马 在江浙以北沿海地区 会波及到 然后我现在不也是在苏州这边嘛 所以会受影响 所以今天呢 我们那个校区刚刚出通知了 说这边这两天的话 校区挺客嘛 然后我们也沾点光 这两天也休息 然后周一周二继续上班 对 下周要上七天的班呢 想想也蛮可怕的 很好 这两天休息 大家 香港故事没什么事 放个假 不知道你们是在哪边呢 你们那个城市有起台风吗 我记得 就好几天前 浙江那边就开始刮了 慢慢转到江苏这边 这一带 我记得这种台风的话 我还是在几年前 在杭州那边 就是有一个十一级的台风 那时候 我还裹了一床被子 就怕被把自己挂跑嘛 然后旁边的房屋啊 都挂到了一片 就是那个建的那个 搭建的那种平房 这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台风 现在还没有真正见识到 这是台风的预告嘛 嗯 我这会吃饭了 饿死我了 我先吃了 好了 我先吃饭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嘛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